一群人拿著安全帽 對著一名男子 就是一陣狂雜 混亂中直接令一名男子出面阻擋 怎料寡不敵宙 瞬間變成兩人 被一群人給追著打 其中看來站上風的一方 甚至有人直接跨上機車追人 回想事發當下 附近住戶恐懼又無奈 因為這對他們來說 最近已經學得習以為常 原來發生鬥地點 就在桃園大園的青森路 是一條新態路 路面平整寬闊 且周遭空曠 一到夜晚 車就很少 加上正值暑假 自然而然成了青少年 追求速度的熱門聚集地點 糾紛時有所聞 根據警方瞭解 事情就發生在二十六號 凌晨四點 單純只是兩派青少年 互看彼此不順眼才大打出手 當下也造成有人掛彩受傷 但因為沒有報案 警方也無從追究 未來只能傾家巡邏 否則鄰近居民 還是會繼續擔心受怕 記者 林中正言禁語 桃園報導